9月14日,人气小天王魏成带着自己的全新mini专辑登峰造集来到上海进行签售活动 现场粉丝们用心营造了一片橙色的海洋送给魏成 除了忠实的粉丝们早早来到现场为偶像加油打气外 就连路人们都将商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歌迷的一片oncle声中,魏成也是在现场即兴清唱了一首Hello答谢歌迷 我守在幸福的旁边,只为等你一起回忆 Hello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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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不过不过离开的你,和一颗被塞碎的心,死去 星期五晚,王菲自报和李亚鹏离婚的消息让大家一片哗然 魏成自然也不例外,作为后辈,魏成呼吁歌迷要给当事人一些空间 我听说了,对对对,然后因为我觉得因为是他们私人的感情生活 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不要过分地去 我觉得祝福每个人幸福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看到很多幸福的人没有最终走下去 我觉得也挺遗憾的,然后希望他们分开以后也能幸福 王菲和李亚鹏封道扬镳的消息一出,网友们纷纷吐槽,鬼圈真乱没有真爱 作为粉丝心目中的白马王子,魏成如果遇到感情事会如何处理呢 我觉得以我的方式可能稍微低调一点 因为不太喜欢把自己的就是私底下生活中的一面铺光给大家 但是我觉得作为男生来讲,还是希望能够有责任感一点 就是交女朋友的时候非常认真的交往,这是第一原则 然后希望自己也可以找到幸福吧